那些年 那个你曾默默凝视 占据心头的美好初恋 就像在橱窗外 看着一件好想买的衣服 在脑中不断想象着 穿上她的美好 一天天经过她的身旁 看着她 仿佛就这样青春无悔 就能成就一生一世了吗 这份过去最单纯的依恋 就是你命中注定的真爱吗 我非常了解这种自已闻事的男人 就像农民贝贝了解大份一样 他们对爱情通常都抱持着一种征服的态度 女生对他们来说 这只是成功的配件之一 要对付这种人呢 你们没有三两下子是不行的 想和他们厮守一生的梦 迟早会被尿憋醒的 她是任兴怡 令人闻之上胆的心理系大似女魔头 言辞犀利 刀刀剑骨 这女的真是纯言 这么大方的女子 放屁了怎么想过内裤的感受 她是可东 大三广告系的创意痞子男 他们在争取一未难求的实习机会 经过评审热烈的讨论 任兴怡 可东 你们两位的见解都非常地有亮点哦 所以我们特别决定要魄力同时录取 接下来将由你们两位一起合作进行校园调研的工作 恭喜你们 学姐 干嘛 我们来交换一下电话好了 这几周应该很常见面 小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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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你等到我了 太明显了吧 太明显了吧 现在全世界 应该都穿你暗恋那位帅哥了吧 是不是我太光芒私车 所以才晃了你胡说八道 吴爱小姐你好 今天我们是想要请你来跟我们分享过去暗恋的心情 别紧张 就让玩真心话大冒险 打开心胸吧 暗恋对我来说 其实就是在追逐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她的可能 但 那 究竟还是到不了自己期待的重点 我主张画暗恋为明恋 有时候真的接触了才发现对方根本不适合你 什么都不做 有时候有一对方就是你的真爱 青春就凑妥了 不要害怕失败 就像考试 反正万一考不好 就当模拟考吧 玄妹 你是不是真的还喜欢那个男生 没关系 学姐听你想办法 是相亲吗 我怎么看不懂 因为我们三个在做一个爱情相关的活动策划 心意想要对高富帅有所了解 所以我就想到你们咯 我们学弟呢 在学校可是风云人物 硬件很硬 软件呢 还是很硬 哈哈哈哈哈哈 我该笑吗 我确实该笑吗 也太尴尬了吧 我待会要用什么理由离开比较自然 快点开口啊 你们两位主角 真闷 喂 好 拜 不好意思 因为公司有点事情 所以我要先走了 那我也得先走了 这个电灯泡不走吗 你 你平时都在 没事 你先说 没事 没事 你先说 没事 你先说 你先说吧 我 没关系 你先说吧 你先说吧 我平时好像在学校常看见你 真的吗 是 应该就是身为美女的一点好处吧 比较容易让你记得住 任心你 你平常在联络地址跑去 这可是你过去做梦都做不到的第一次约会 快要被你搞成最后一次了 你好 这是你们的甜点 终于得到饭号甜点了 先走了 走吧 你曾和你的梦中情人约会过吗 过去 或许你早已想过几百种约会的场景 早已幻想过各种对白 但 当它一旦真实地发生了 或许你会发现 原来 爱是没办法彩排的 你或许慈 或许笨拙 或许紧张 或许对自己的表现有些失望 但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会是你人生很重要的实验课 就算结果不如预期 错 也错得很值得 把梦化为行动 这一颗爱吧 学姐 今天约会成功吧 你输超快的耶 她现在是猎豹啊 你现在就把梦梦给叼走 你想太多了吧 她是我的初恋 但第一次跟初恋约会 竟然是三年之后 可飞才了吧 而且 按照今天这个状况 搞不好 这是我最后一次约会 初恋 怎么可能 你活了这么久 都没有谈到恋爱啊 我 我是说 因为你分析男人头头是道 我以为你身经百战 没谈过恋爱 又怎么样 都怪那些暗恋我的人 太沉得住气了啊 但 初恋有多迷人 你都不知道 没有初恋的经验 有什么了不起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想亲谁就亲谁 这种事情 我随时想做都可以做 我才不信脸 你看 不就是肉碰肉的感觉 现在我也有初吻啦 这种表象的东西 只不过是被过度渲染而已 你满嘴都是 芒果酸奶的味道